中国又出一田径天才少年 14岁白米标出10秒72 达一级运动员水准 同年龄段的苏炳天都自愧不如 来自湖北的胡家成 今年才14岁 身高1米8多 他在13岁跑到11秒16 已经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 而在今年的8月份 胡家成参加2023年 全国U16田径锦标赛 更是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在男子一百米预赛中 第七跑到达是咱们的主角 而胡家成在放水的情况下 跑出了10秒77成功晋级决赛 胡家成在预赛就刷新了自己的个人PB 在一百米决赛中 胡家成这一次处于第四道的位置 隔壁第五道的选手 吴楚兵就是这场比赛中最为强大的对手 让我们直接看过比赛吧 随着枪翔 比赛开始了 胡家成跑得非常快 跑出了很明显的差距 跑过了终点 胡家成的成绩矫正后是10秒72 这个成绩简直太牛了 要知道男子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也是10秒93 胡家成的10秒72绰绰有余啊 胡家成在起跑的表现十分不错 但是还是稍训吴楚兵一筹 接下来的比赛几乎被他们两个人承包了 两个人占据着比赛最前的位置 此时的吴楚兵甚至更快一些 但是胡家成的后城爆发了 直接越过了对手 以无可匹敌的姿态 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才14岁就成为了国家一级健将 就连苏炳天比他这个年纪还大一岁的时候 也只能跑11秒多 但是胡家成的实力还远不止这些 接下来的胡家成在200米赛场 再一次释放自己的统治力 当他开始跑步的时候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 最终胡家成以21秒91的成绩 成功拿下200米冠军 中国男子一级运动员200米的标准是22秒02 而胡家成跑出了21秒91 双向国家第一 这就是中国的初中生 这就是中国田径的未来呀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称的真的很重要 中华儿女多旗帜 咱们下期再见 他才是亚洲第一飞人 小伙子16岁 狂奔10秒09 力压日本天台 六天大会 顺便打破世界少年纪录 这个人就是泰国拳手 普利波尔布松 这位06年出生的短跑小将 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最开始是在国内的全国比赛 布松全力爆发 男子百米跑出10秒19 直接打破了泰国 尘封了24年的全国记录 但是因为没有记录当天的封锁 所以这场比赛的成绩 并不能被大家所认可 所以即使他展露出未来短跑巨星的雏形 也不够吸引眼球 大家一致认为 16岁的布松和18岁的马来西亚亚兴 还有日本柳田大会实力差不多 直到他开始参加田径世青赛 这位泰国16岁小将 给了世界一点小小的震撼 首先是第一组预赛 18岁的天才青年 马来西亚选手亚兴 和非洲短跑超新星 特伯格同台竞技 最终特伯格拿下第一 亚兴则是跑出了 仅次于特伯格的10秒09 虽然不是小组第一 但是他改写了马来西亚全国记录 泰国选手在预赛第六组 布松这场比赛 简直是碾压式 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 落后了一些 但是在后程 他直接爆发了 直接拉开了一个身位 越过了终点 跑出了10秒20的成绩 在整个预赛中位于第三名 柳天大会也不赖 跑出了10秒24 拿到了第四名 都成功晋级半决赛 半决赛才是真正的开场 这一抹蓝色的身影 在全世界的面前 跑出了10秒09 领先所有选手 直接刷新了世界少年 百米记录 原本U18世界最好成绩 是尼日利亚选手 跑出了10秒13 直接原记录 一口气推进了0.04秒 日本选手也在大赛中突破自我 跑出了冲出10秒15 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接下来我们看到 最强男子青少年 百米决赛现场 这场比赛里 可谓是诸神奇聚 一到美国选手 二到古巴选手 三到日本选手 柳天大会 四到博斯瓦娜选手 特伯格 五到泰国选手 布森 六到亚迈迦选手 克鲁梅 七到南非选手 查理森 八到马来西亚选手 亚兴 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 这场比赛的第一名是19岁的特伯格 他在比赛中跑出了9秒91 再一次打破了自己创造的世界青年记录 甚至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因为在比赛进行到70米的时候 特伯格就已经开始庆祝了 看看他 甚至回头重现了博尔特经典一幕 如果不是这一眼 我相信他甚至能把成绩推进到9秒85 第二名是亚迈迦运动员克鲁梅 他的成绩是10秒02 克鲁梅刷新了亚迈迦的青年记录 第三名是南非选手理查森 那么泰国小天才呢 布森在决赛中跑出了10秒12 他以0.001秒的差距 败给南非选手理查森 虽然没有奖牌 但是才16岁的布森 前途不可限量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 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